车水马龙的罗斯福路地段有台大校园学区 还临近捷运 交通便利等等优势 但十年前买下的这边豪宅 没想到现在却大幅下跌 位在大安区的豪宅 最近11楼户以9306万的价格成交 不过在十年前它的买进价格是1亿1160万元 换算下来等于说十年后转手是赔了1854万元 换算交易单品100万元 比起近年同一栋的中高楼层 成交单价落在120万到140万元之间 确实是有明显差距 根据资料显示 卖方秋季投资开发公司 董监名单当中何彩荣何彩柔 就是特立集团创办人的何家千金 不过实际摊开实价登陆 这间豪宅总共四次转手记录都是赔售收场 而且这次跌幅更来到16.6% 房仲分析关键在群聚效应 较难新颖高资产族群 近期受到央行先台的影响 它总价超过7000万元以上的 豪宅社区 其实叫买方较为收限 那这个社区 由于它都是大便室的社区 总价较高 所以也更让高资产族群较为缩手 但是如果以1亿元之内的豪宅来看 CP值还是算高 只是这回转手价下跌 意外引发关注 三十月之后就要做饱了